58歲男子幾個月來感覺喉嚨不舒服 吞咽疼痛 體重減輕3公斤 到台中慈原看診 檢查後發現他罹患了食道癌 但緊接著又發現在下咽部也有個腫瘤 同時發現兩處的腫瘤 分兩階段治療之後 再進行比較困難的食道重建手術 重建就要從肚子把胃拉上來 有時候拉到胸腔或拉到脖子 接起來在吻合的地方就是說 拉上來跟脖子那個食道接口 常常會有漏的情況發生 但重建手術後 患者常常會有胃部不舒服的狀況發生 這時搭配中醫治療方式提升治療效果 可能術後發生的這種 譬如說吞咽 一些胃排空 就是蠕動比較慢 或者一些反流 用一些中藥 經過了一段時間 患者恢復良好 已經可以正常進食 中西合併治療效果很不錯 大愛新聞 江俊陽光輝 台中報導